大家早安 什麼東西 你說拍一段 你不要說拍就拍 然後就開始大家早安 我要想說我要先打個哈欠之後 好 那我先等你打個哈欠 打完了 我們現在人在台南 然後這一次我們來台南是有一個目的的 大家來台南的時候都 誒 棒就很重一點喔 來台南之前我就想說 應該有很多特色早餐吧 但是我不想要在那種觀光客的牛肉湯啊 食物魚湯 我就問了大家說 誒 用什麼厲害的早餐這樣子 然後結果發現 誒 台南好像有一些很奇葩的蛋餅 所以我們今天就決定來 吃吃看這些特色的蛋餅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第一間 第一間這個就是之前 網路上火到爆的 我們先不要講 反正就是吃下去非常的補 很補 它是一個我不敢吃的東西 是一個部位 它是一個我不敢吃的東西 ok 它是一個我不敢吃的東西 好 我們第一間要挑戰的蛋餅 就是後面的這一間 叫做東方美人 東方美蟹飽王蛋餅 超很特別 想到說可以做蚵仔蛋餅 或者雞婆蛋餅 雞婆蛋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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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這很髒欸 這要打馬賽克了 -為什麼? -要不要描述一下你剛剛吃的感覺 -如果你怕太大的時候我們可以講在這裡 我覺得真的很還好 -蛋餅跟雞佛還有蚵仔是三個不同的個體 -但是我不敢說了 -因為老闆跟老闆娘就在我前面 -我覺得嘗試一次很不錯 -蠻有味香香的 -好吃 -很特別 -我們要給分數嗎? -我跟你們說喔 -如果真的想要來點的話 -你不要點雙瓶 -你點蚵仔或者點雞佛 -單口味就好 -兩個在一起 -完全不搭 -我覺得早上吃這個 -會導致你到中午嘴巴都是那個雞佛味 -真的挺特別的啦 -不過他們早餐店還有賣很多其他的蛋餅 -然後這只是其中一個特色的 -不代表說這就代表他們早餐店 -那我們來評斷一下剛剛的那一間雞佛蚵仔雙拼蛋餅 -好我們先來評一下它的好吃度好了 -3-2-1 -特別度 -都五分耶 -我們在那裡搭了半個小時以後呢 -現在要前往下一個點 -下一個我們要吃什麼? -異國文化的結合 -素食者不可吃 -味道也損中口耶 -人家營業時間快結束了 -快快快 -好啦我們來到我們第二間的早餐店 -這間早餐店叫什麼? -鋁早餐 -鋁早餐 -打胖豬肉蛋餅在蠻多的早餐店都有賣 -嗯 -但是這個鋁早餐店呢 -是我們的二號員工指定的 -最特別的其實打胖豬這個蠻特別的 -然後番茄啊 -比如說它是鮮蛋黃加牛奶 -欸那這個野田耶 -是不是貴啊 -這些賣的蛋餅都蠻特別的耶 -我們剛剛點了一個打胖豬肉 然後老闆就說 -送我們吃一個水蓮蛋餅 -野蓮蛋餅是他們新出的 -變成超爆酷 -我們還沒有講評 -老闆就先售賣我們了 -我覺得一定好吃 -一定好吃喔 -真的好吃啊 -喔謝謝 -謝謝 -這料好大喔 -謝謝 -小豆豆喔 -漂亮喔 -喔好香喔 -我真的覺得這個 -這個很好吃 -好謝謝 -這個是 -老闆收買的 -沒有啦 -這新產品叫做野蓮蛋餅 -我覺得這個女生應該會很愛 -因為你如果要吃那麼多豬 -你就會覺得說很膩 -會 -好我們先說打包好了 -這不是因為收買 -這真的好吃耶 -我跟你講蛋餅有兩種系 -一種是脆皮系 -另外一種就是鬆餅系 -這個是屬於鬆餅系 -我其實很喜歡吃鬆餅系的蛋餅 -所以你不用調味這個好好吃喔 -這就是特別 -這個是特別又好吃 -老闆再度拿一盤來收買我們 -比較打包豬就是偏比較泰式的味道 -但是它不是那種酸酸辣辣的 -它就是夠鹹 -再一點點的辣椒跟胡椒體味 -重點是裡面還包了九層塔 -但是吃起來就覺得這個很順 -然後又剛好它是用麵糊的那個軟嫩形的蛋餅 -然後你吃下去就覺得 -喝一點 -接下來是這個野蓮蛋餅 -哭哭 -水蓮跟玉米是清爽的 -但是它上面有加了一個 -就是專甜的醬 -那這樣讓我吃起來 -我覺得好像是多力多汁來就是 -哭不哭 -我覺得嚴格說起來 -這已經不算早餐系了 -這算是下午系了 -午餐系啊 -因為它真的太飽足感 -然後它又是鹹的 -好飽喔 -那我們吃到第二間而已耶 -這個也不是本來在今天名單之一的 -菜餅是不是 -菜餅 -這是蛋餅嗎 -這個叫做蛋黃 -你知道蛋黃如果煎炒過 -不是會變成鹹鹹的嗎 -鹹蛋黃 -這很像這個炒點會出現 -厲害喔 -好飽喔 -完食 -好的 -我們來到我們第三間的早餐店了 -然後這間跟剛剛那間只差了十步之遠 -對它叫做清炭奇燙烤饅頭 -好 -那我們要吃什麼蛋餅呢 -進去看下去就知道了 -那我們今天的特別查過 -我是要吃千絲皮蛋 -我個人很喜歡吃皮蛋 -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-把皮蛋包在蛋餅裡 -這是一個無法在我腦海裡出現的一個東西 -很熱餒 -欸 -你這個時候無限的電風扇就可以派上用場 -你怎麼沒有帶來呢 -我會帶 -不是要share嗎 -對啊可以share -現在share多好 -現在就是那個用的時間 -人家去動物園的時候 -都會拿那個小型的電風扇 -share給你旁邊的親朋好友有沒有 -有沒有突然覺得很涼快 -我只是講個幹話的時候 -我想要share給大家 -然後就會被罵說 -直播可能會有人帶 -我知道你有時候要講幹話 -但是講幹話的時候 -你要不要講那種超誇耀式的蛋話 -帶電風扇去動物園 -你不是很誇耀式的嗎 -上面撒了滿滿的菜魚 -你有看到了嗎 -這皮蛋的屁屁 -它是牽稀耶 -這真的很飽 -你光看到它這個份量 -就是晚餐了吧 -它外觀就長得跟章魚燒一樣 -它有撒了美乃滋跟柴魚 -還有七味粉 -對然後重點是它裡面皮蛋 -應該有整整一顆 -因為排滿滿 -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才拉起來的時候 -它牽得稀 -我沒有想到這麼搭耶 -然後它這個蛋餅的皮啊 -一樣是鬆餅系的 -加上那個皮蛋 兩個都是軟軟的 -所以在咬的時候 -你會覺得有服務感覺 -再這樣搭配一下就不用加強料 -很好吃 -我不行了 -我的小鳥我也無法再濃 -讓我嘴巴裡吞進去的東西 -因為它蛋餅平是麵糊形量比較軟嫩的 -所以說你再加上柴魚 -有一點七味粉 -美乃滋的時候 -你遮瑕就會像是在吃張女生 -它就會把皮蛋替代過去了 -當然是它這樣整個搭配是很還不錯的問題 -我跟你講我現在的肚子 -它告訴我說 -我把這個塞到嘴巴裡可以 -但是絕對無法吞下去 -一下去的話我就死不了 -你真的不包我 -我的肚子剛剛告訴我 -它說我吃這個可以 -但是吃完後 -等一下沒辦法吃另外兩天 -所以它覺得這個還是要留給你吃 -你讓我的肚子告訴我 -你讓我的肚子告訴我 -你不要看我 -我們來評分一下 -第一間我們吃的是鋁 -鋁的當然有水蓮蛋餅跟打泡足蛋餅 -好吃程度 -3 2 1 -特殊度呢 -第二間我們吃到的是 -皮蛋蛋餅 -好吃度的話 -3 2 1 -5分 -因為我覺得這個混搭蠻好吃的 -4分 -3分 -沒有我要趕著吃了 -吃到第二口以後 -你會覺得有點可怕 -因為全部都暖狗狗在嘴巴裡 -特別度呢 -現在我們要去吃的是什麼呢 -第四間它算是開比較晚的 -它開到2點半 -它叫做旺府早午餐 -據說它都會有一些老闆的隱藏版菜單 -我沒有招氣喔 -再有個招氣一下 -多少錢 -你不知道為什麼 -50塊是這樣的 -我們等一下要去吃蛋餅 -100塊是嗎 -我們等一下要去吃蛋餅 -好 -雖然現在是大熱間 -但是我們還是充滿了熱情 -要前往去下一個地點吃蛋餅 -這就告訴我們 -如果你要去吃熱門的早餐店 -記得早點去喔 -後來就可能會面臨一夜時間還在 -但是以受晚的情況 -OK -因為剛剛旺府這裡的失策 -所以我們現在趕快去前往下一個蛋餅店 -台南就是充滿了蛋餅店 -也不知道為什麼 -大家都食嘗差的部分 -大概12點以前 -每吃到就不用吃了 -我們就等明天了 -那我們現在已經是下午1點的狀況 -我們現在前往另外一家 -也就是我們小小的蛋餅店 -它叫做好食成熟的蛋餅店 -我們來到我們的最後一間 -今日晚壽 -我在這邊暫時跟大家強調 -你來台南要吃好吃的東西 -請早起起早點到 -不要再相信那些營業時間到幾點 -不行 -你至少要比營業時間 -提早兩個鐘頭前到 -不然就會面臨我們這樣子的局面 -連兩間今日晚壽 -我們這次就在台南留下一個 -遺憾 -旺福 -它也是有沙塵口味的蛋餅 -然後再來就是它有隱藏版的蛋餅 -那是他每天都要的 -這個是這個 -好食塵手術蛋餅 -它還有一些可愛的小甜點 -很有名的是它氣質蛋餅 -跟它沙灑蛋餅 -然後我原本下來是沙灑蛋餅 -但是沒了算了 -好 -所以我們之後來拍一個下集 -如果有機會來的時候 -而且我現在很難過 -我覺得我做起碼失敗 -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特殊蛋餅調查 -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-開啟小鈴鐺 -然後台南人在下面留言好嗎 -我們乾脆變成全台蛋餅專家好了 -OK -掰掰 -掰掰 - unwillingarts -忘記 advancing -富翰 -富翰 -干杯 -富翰 - должна